听到孟晨说自己好像有一点点不顺 那作为局长 特别是看着他十几岁长到 现在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跨年的转运礼 大家好 我是杜锦礼 听说孟晨小朋友在2018年里面过得很辛苦 所以我杜锦礼特意给他转运来了 你每次录火星的时候 作为一个朝夕相处的人 也能感觉到你在这个节目中 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 你身边又有局长 又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们可以陪着你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所以2019年我作为锦礼 我祝你恭喜发财 祝你早生贵子 祝你一年爆俩 祝你新婚快乐 还等什么呢 好开心呢 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恭喜孟晨姐 恭喜 恭喜孟晨 她好像需要你帮忙一下她 好像需要有点事麻烦你一下 对 2019有这个打算吗 对 2019 人家都已经说新婚快乐 而且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秋婚的 是第一次 这个我说了不算吗 不不不 不是你说了不算 她说了不算 你说了才算 首先我觉得2019年的这个字 我已经帮你想好 这一个喜字 双喜临门 对 可以 所以你看啊 刚才那一笔加上是一个成嘛 成双成对 成亲成婚 要成家了 对 真的 我怎么没想到 是这样 2019年 如果你们真的要办这件事的话 第一 朱真来主持 对 第二 我去证婚 然后呢 伴郎 催你跳 伴娘 雪芙 对对对 肯定的 她是想伴娘是唯唯扬帝 怎么啦 我们叫伴郎 还有 花符 金架 我花符 我花符 可以 所以明年你只要办 火星情报局要风风光光地把你嫁出去 大家的到时候都去 分子钱也要交一下 2019年开门好 成 成 成 等着 好 接下来谁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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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的误 对 最垮了 哇 天啊 我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呢 说得对 我摸的 首先我觉得键盘侠也好 网友也好 给我有一个很大的误会 很多人给我私信 你特别特别垮 请你赶紧离开火星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垮 在精彩跟垮之间应该还有个更重要的维度 就是成长 我的绝招现在是接到一个话题 我第一时间 哎 杨迪会怎么去反应 孟臣会怎么把一件事 微妙微笑地说的你很有画面感 前锋会怎么样去弄垮 很搞笑 但是觉得他不讨厌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你们所有的人在合适的时候都会上我的身 上我的身 上我的身 有没有 上身 我先说我的第一个疑惑 火星情报局第四季已经马上就录完了 对 我一个徽章都没有拿过 那你对我们这些拿了 就是这 我只有四个字 视而不见 哈哈 除了说我卡以外 第二个词最多的就是说我丑 这个不是误会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哎田园这个丑是可以理解的 嗯 我就说说我的第二个疑惑 哦 我真的长得不帅吗 我先走了 不帅 哈哈 照照镜子 哈哈 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帅 你看我们俩站在一起 差太多了吧 对 就要老 你比错对象了你知道吗 那杨迪咱俩站在一起 我和袁哥你们选择谁 杨迪 你后不后悔吗 你说你后不后悔吗 我我有丑吗 一般 哈哈 我宁愿你说我丑 我不要一般了 我觉得其实吉姐长得很好看 她主要是气质上 啊 气质丑 哈哈哈哈 气质丑更没得救 哈哈 不是 这第三个疑惑 你说我演得这么好 这一年为什么没有人找我演戏 因为长得丑 哈哈哈哈 太过分了 其实说句实在话 因为我也上了演演的 上了已经 然后羽儿哥看我上了以后 他让我帮忙去给导演说一下 我真的说了 哎呦 他们以为我开玩笑 哈哈哈哈 他说哎田园是演员吗 他们有这么一个疑惑在 田园只是田园呢 田园就是田园 不说一块地吗 没有了 就这个事就没有下文了 我帮他问过了 不了了之 就你很想上那个节目 我很想上节目 我很想让别人知道 我也挺热爱演戏的 我想大家看到我不一样的一面 其实我们都说三时而立嘛 四时不惑嘛 你看这个疑惑的惑 是心上面有太多太多的可能 你内心有很多东西不坚定 只要你内心还有梦想 还有追求 伴随梦想和追求的 就会有疑惑 因为你怎样 把这个梦想和追求 完成得更美好 这是你内心的痛苦 我觉得这种痛苦是美好的 好 接下来谁来 我来吧 局长 刘维练过字 低了一个磨了 这手抖了 这写个繁体字 好 刘维 好丑 我在介绍归之前 我想抱一下局长 怎么了 就是想抱抱你 好吧 你今年已经皈依了是吗 因为没有火星情报局 我就不能回归舞台 所以我首先第一个要抱局长 对 我以为从2016年起 就一集没有落 48期我没有走过一期 没有走过一期 其实我觉得就是2018年 可能对于我来讲 我最大的坎儿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不好笑了 我讲的故事也越来越没有趣味了 好笑 伟哥你是最棒的 其实特别希望就是我在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同时 我可以回归做一个歌手 今年我参加过一个节目 这是一个唱歌的节目 因为我同期还有白举刚和郁可威 我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舞台的时候 我整个人傻了 可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综艺了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 我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表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我就在那个表演里说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Amazing 看过来 看过 心里难以在哪里 我就一直还在搞笑 我就觉得只有搞笑可能才会让我自信 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这样讲 大家可能就会笑 比如说我突然间讲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大家不会笑的时候 我突然间 嘿 跳个舞 哇 跳个舞 然后大家也就会笑 其实每一次在台上 这样做动作 这样跟大家说Amazing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希望 我真的很爱这个舞台 我还爱回听情报局 特别希望可以回归 作为一个歌手 我来录这个节目 是让我觉得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为这个节目付出太少了 我只会笑 只会跟大家叫 然后只会说那些有的没的 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进步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自己可以回归成歌手 然后有自己的作品 其实我特别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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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